今天是耶旦节 很多地方都成了银白世界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有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而且这一波冷气团的强度 是接近大陆冷气团 而且今天开始越晚就会越冷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带您清楚的看到 今天这北部地区还有14度 但是从晚上开始 其实越晚会越冷 到了明天在北部还有中部 低温其实只剩下12度 也是这波冷空气最强的时候 而要告诉您其实像是南部地区 低温也只有14度 特别是沿海空旷地区 这低温有可能下探到10度 外加上水气一路让全台感受上 都会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而这波冷空气预计 是要到周二的清晨 温度才会回暖 而今天是耶旦节 其实我们也带您看到 玉山非常的应景成了银白世界 从今天的清晨六点半开始 玉山也陆续降下了三波雪 带您欣赏美景 度过了平安夜 还拔三千公尺以上的玉山 选在耶旦节这一天 很应景地飘下白雪 气象站人员忍不住对着镜头 秀出飘在衣服上的雪花 看起来好浪漫 耶旦节这一天 玉山连续三度降雪 第一波从凌晨六点二十五分开始 持续到六点三七分下了十二分钟 接着七点十一分又开始飘雪 持续四分钟到了八点二十二分 出现第三波下雪 而且持续时间最长有二十八分钟 接下来想要看到高山银白世界还有机会 那我们预计今天到二十六甚至二十七号 我们不排除在水气跟温度 比较配合的条件底下 在台湾高海拔大概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区 北部东北部胜货是两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山区 是还是有机会有下雪的状况 耶旦节就是要冷冷的才有气氛 果然冷空气来报到全台急冻 气温持续下滑有机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而且一路冷到下周一 日估北台湾低温十二度空旷地区甚至只有十度 中部地区十二度 南部十四度 东部十五度 湿湿冷冷的将会持续到下周 明天的时候 在双北或是在金门的气温就有机会降到十度 跨年或是元旦廉价天气上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虽然跨年夜和元旦廉价 不会像这波冷空气一样激动 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从下周五开始北台湾最低温十五度 中部地区十四度 南部和东半部十六到十七度 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将会持续陪伴民众 度过耶旦节和跨年夜 华市新闻林立亭罗大卫台北报道